尼猩 minded M Product 曲 李宗昌 part 2 曲 李宗昌 part 2 詞曲 李宗昌 part 3 詞曲 李宗昌 part 2 歌曲 李宗昌 part 3 聽一首 傷心的情歌 掉眼淚 是不是為你 换一句快乐的纯音乐 忽然掉进了回忆 最怕我快乐悲伤都是因为你 终于我宁愿世界不再有爱情 总有一天会过去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朋友的关系 总有一天会过去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自己就安心 我总是在梦里梦见这个地方 小时候梦的是弄堂 长大了梦的就是东方明珠 如果说上海这个魂清梦营的城市 交回了我什么 那就是没有不可能 我叫武功 是个没钱 没房 没户口的三五海漂 但我比所有人都信内 因为我有她 她叫江黎 是我失而复得的前女友 我们现在要一起奋斗扎根上海 我是出版社编辑 她是活动公司策划 我会在网上写小说 写我和她的故事 如果她没有离开过我 我应该不会变成离婚的 不过没关系 至少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我们一直以为 能自由自在奔赴梦想的日子 还有很多 直到今天 贝利 怎么还在响呢 有没有喂她吃饭吗 好 我们接下来谈具体的四个方面 喂 妈 宝贝 想妈妈了吧 我在开会呢 开会呢 对了 你住的小区叫什么来着 和溪小区啊 和溪小区啊 怎么了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妈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宝贝闺女 妈来上海看你来了 你高兴不高兴啊 你这样 你下了班赶紧回来 我们下班先 好好好 贝贝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陵丽吧 她是一个特别有上金心的孩子 在这边都不听见了 等她小伙儿回来 咱们再见她了 都听见了阿姨 好 对不起 麦克 我刚才家里有点事 那个我的方案还没有汇报呢 要不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去 对不起 汇报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 里面写了好多点子呢 我只在规定的时间 听工作汇报 别的事情不是留给你的 等下一次吧 麦克 麦克 琳琳 你怎么又来了 我只是想下午请半天假 请假 琳琳 我要是告诉你 我已经有六周没有休息过 你怎么开 但这不妨啊 你不没女约会啊 那所以呢 我只不会说见缝插棍 合理的用时间而已 见缝插针 好吗 见缝插棍 棍比见好时 所以我配物价 你猜 琳琳 下午去一趟神龙公司 那个方案做了那么久 还出不来 我意思是正确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做一个领导 让附近请罪 知道吗 这个诚意有没有用错 没有 那你快去吧 帮不了由梯头来见我 麦克 神龙男子真的不能怨我 是他们不停地换主管 换一个主管有一个想法 琳琳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东方同学 这地方的王林 王林 这是我爱找麻烦用组组创况的 我的少叔琳琳 琳琳 我不想听你的客观原因 我只是想你去调查 好吗 那就是 还有 在办公室里 里面有一个 很好的地方 在办公室里 我希望你去 把办公室放在办公室里 好吗 好 思老外就知道吃 老师 这化学还能这么学呢 真的是好嗨啊 我这脑洞一下就被打开了 太神奇了 这也 对吧 所以不是你不学 而是没有找对方法 好 我去接个电话 你先复习一下 好嘞 我先理一理 好 喂 琳琳 我妈来上海了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知道 行行行 我先稳住 这样我去一趟甲方的公司 回头我去接她 接完她我带她去吃个饭 你这样 你赶紧回家 把该收该藏的东西 赶紧弄一弄 说完给我打电话 你晚上就别回家了 去小家家窝一晚上吧 她 她媳妇不是回娘家待产了吗 回来了 那行行行 你晚上去开个酒店吧 喂 妈 怎么了 儿子 我今天晚上六点到上海 你记得接我啊 是 不是 您也来上海 妈 妈 妈 鬼女 等好酒了吧 没有没有 这位是 我叫林菲菲 是陪阿姨过来的 对对对 你是不是生病了 怎么还找人陪着呢 没有啊 妈身体可好呢 我还想你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菲菲啊 是妈高中同学 薛阿姨的儿子 你还记得吧 那个薛阿姨就是胖胖的 笑起来 那个眼睛弯弯的那个 那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走 咱见过 那个妈妈妈 这多大饭点了 咱们先去吃个饭吧 省得一会儿来回折腾 你看你 菲菲又不是外人 都到家门口了 咱们回家吃呗 走 菲菲 那个平日我在家不烧饭 看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总得让你和这位大哥 跟着我一起吃泡面吧 你叫我菲菲就行了 那待会儿 冰箱里没东西 咱们就去超市买点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得让我们把东西 放在屋里呀 走 我忘带钥匙了 我 我给那个 开锁的打过电话了 人家隔把小时就到了 你这个丫头 怎么这么粗心呢 要个水煮鱼怎么样 行 我随便 有不辣的水煮鱼吗 我不吃辣 那 那点别的 我看看 要过这个吧 海蜇 行 海蜇 我不吃海鲜 过米 那你吃什么呀 你自己说 那红烧肉总可以了吧 我不吃肥肉 太腻 那你行 那就点个乳羹 没有肥的 都行 你点 我吃什么都行 随便 你点 你随便点 那就这样吧 水煮鱼 红烧肉 乳哥 海蜇 各来一份 外加一个拍黄瓜 好的 请烧的谢谢 妈妈 干嘛 那个林菲菲 她那是来干嘛的 你说来干嘛的 来跟你相亲的呀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反正我人带来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让我怎么看着办啊 你看你这事你给我找的 人家小伙子挺好的 事也好 人也好 你就跟这处处呗 你能不能学着尊重我一点 反正我大老袁跑来了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我还不尊重你啊 当初我快毕业的时候 你说我病了 装的跟 要不行了似的 我就跟你回了成都 我一待就是一年 现在好不容易回了上海 找了工作立足了 你又来了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 你爸我们俩的心情啊 我呢 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就把你一个人扔在上海 孤苦凌蝶无依无靠的 你说我们俩能放下心吗 是的 那厕所还上不上了 不上了 那不上 就去桌上坐着去吧 把人家一个人扔下 多不好啊 我告诉你啊 你对人热情一点 你要对人不热情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妈 儿子 儿子 来 给我给我给我 儿子 你瘦了 瘦了 你不仅瘦了 你还黑了 不但你这么夸啊 你儿子的啊 现在就流行又黑又瘦 多酷啊 是不是 人老外还故意晒黑呢 晒黑的 涂啥呀 你晒得黑黑的 才是那种经常有时间 出去旅游的中产阶级呀 那穷人才在家里 把自己捂得又白又胖呢 歪理 那大街上搬砖送水的 那都是中产阶级呀 这个真说不好 没准刚才从咱们身边 划过那大爷 身家就过千万的 在上海都有可能的 儿子 这儿离你家远不远呀 咱们走路能到吗 我决定 也让你享受一下 中产阶级的待遇 酒店给你订好了 订了酒店 那得花多少钱呀 花不了多少钱 我就知道你心疼钱 反正我不管 五天的房租 我已经付好了 你住不住 钱都已经花了 你说你这孩子 真不会过日子 我不是想让你住得 舒服一点吗 是 是 莉莉啊 咱们赶紧吃 吃完了好回去 我实在是坐不住了 有点 不是人家说了 还没休完呢 那咱们去门口等着 就不行吗 那个破楼道 根本连坐的地儿都没有 今天怎么回事了 这个稀稀的 菲菲啊 吃完了咱们回家 咱们在家住 不住宾馆 不行 我们家地儿太小 住不下 你干什么呀你 人家大老远跟我来了 你让人家住宾馆 那回去了 我怎么跟你学阿姨交代呀 你还是住外边 比较方便对吧 不不不 菲菲跟阿姨回家住啊 那个家里方便 我 听阿姨的 听阿姨的 来 进来 房间不错啊 真好 这环境真好 一天一百五真值 一共网站搞活动 我在网上想到的 我儿子还挺会过的啊 有空的时候 叫妈也上上了 没问题 妈 你先休息一下啊 我还得回她单位呢 本来我是要出差的 结果你这来啊 我计划全搭乱了 我得跟领导解释解释啊 是不是 那妈来 是不是影响你工作了 你说呢 不过没事 百事效为先 不过妈 下次你来可以 你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商量 你这样突然跑过来 当然会影响我的工作了 是不是 行行 你快去吧 别影响你工作啊 那我走了 等会儿 等会儿 这还是两瓣红枣 还有笋杆 你给你们领导带过去吧 妈 赶紧再送 现在上班呢 送去多不好看啊 赶紧再送啊 行 走了 这孩子 搞定 我已经把我妈安顿好了 现在回家收拾东西 我来自我 把我给你打开 我了 得不得 我 我来自我 改变 你 我去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好 到了 这么快锁就修好了 对 对 锁修好了 妈 没事 妈 快进去吧 贝贝 辛苦了 这男的是谁啊 又回头再跟你说 不行 现在说清楚 别光站着呀 这是自己家客气什么呀 那个 就这房子四千五啊 来 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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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非的卧室收拾好了吗 还要怎么收拾 床是现成的 我就换个新床单就行 是啊 那怎么着也得换个新床单呢 坐在哪儿啊 出去坐轨 我去看看 挺好的 妈 你找什么 我找一个床间 这有一个新床单呀 这是我新买的 我自己还没用呢 你这孩子怎么小家乱气的 那给人家用用怎么了 真是的 这是谁的 我的 你的 宽松的睡库睡着舒服 妈 你不是要铺床吗 我帮你铺就行了 那个 一会儿你要吃银耳莲子羹 我帮你煮 冰箱里有西瓜 你可以现在去亲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有抵触情绪 这个非非呀 我是越看越喜欢 简朵实挂 热情 善良 脾气又好 你可不能不失货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弄一个男的 让我猜你也比你谈恋爱 搞不上对象还不过关了 你要这么理解 也可以啊 反正你这次 再给我们一个态度 我的态度就是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个男的我也不接受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你那每天 大台子唱戏的公司 能给你找对象吗 我那叫活动策划 公司不是唱戏的 我妈你 我的亲妈呀 要不这样 明儿 我带你去逛逛程库庙 吃点汤包 小笼包 然后给你买点漂亮衣服 你就先回程度好不好 三个字 修修 修修 两个字 你 过来 喂 我还没走呢 你赶紧下来啊 你在楼下 你胆也够大的 你怎么现在赶回家呀 我不是想你了吗 看看你 我问你啊 你妈带来那个 跟你相亲的怎么没有 我妈说了今天晚上 她就在我们家住一晚 明天我就想把它弄走 还在家里过夜 这么一个在上海 找一个住的地方 都没有的男人 怎么有资格跟你相亲啊 我不知道你妈怎么想的 那家是我的家 媳妇是我的媳妇 她凭什么呀 伤风败俗吗 这么是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妈火力那么强 我想好了 与其这么折腾 不如跟你妈如实交代 我妈要是知道你的存在 她就得活剥了我 那迟早也得知道啊 你动脑筋想想 我妈为什么不同 又留在上海 那就是因为我在上海 没有根基啊 早餐把房子买了 把家安了 她自然就不会反对了 那不是迟早的事吗 人古人都说了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先好好踏踏实实地 把家给成了 再去奋斗自己的事业吧 放心 我跟你妈讲道理 好好讲啊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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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知道你去买了点东西 你怎么这么 这不是那个修锁的小伙子吗 是啊 我还有开锁 你自行车也开啊 我什么锁都开 胜利真好 那个我 我唐龙没买着 想要不关门 那 那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 一直在外头 多危险啊 李李 这一大包男人衣服都是谁的 你可以告诉我吗 你这是怎么这样 随便烦人家东西啊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谁有义务给你解释 你以为你谁啊 我 我是谁啊 莉莉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 这 你倒是说呀 这是谁呢 来了 来了 妈 儿子 还没睡呢吧 陪呢 今天我们公司加班 所以才这么往过来看你 怎么样 出去转转了没 还转啊 刚才你妹妹来电话了 说跟同学打架 老师让我明天去助理 她还不敢告诉你爸爸 那您得赶紧回去啊 你说你妹妹多不懂事啊 这眼看高考了 一点也不让人伤心 对啊 你说武林飞怎么这样啊 本来我还说 这两天带着您 到上海到处转转 这倒好 哪儿都去不了了 那我给你订票吧 明天回去 那个 订明天中午的吧 妈明天早上 还想去你那房子 去看一看呢 你说妈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那儿都没看到 妈也不放心啊 好 那就明天中午的 莉莉 这是不是你男朋友的 男朋友 莉莉 你有男朋友了 没有 那这到底是谁的呀 这衣服是我们单位啊 给偏远山区捐的东衣 大家攒齐了 搁在我这儿准备邮寄的 真的 你刚刚就说了 我们家莉莉啊 洁神自好 她不会乱来的 阿姨 我一直相信莉莉的人品 从来没有怀疑过啊 你给我打住 你给我搬出去住 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 我给你订酒店啊 希尔顿订不起 如假期天还是可以的 我现在就订 阿姨 莉莉 不许你胡来 菲菲 你先回房间休息 妈 怎么着 这是哪儿的糊味啊 糊味啊 糊味啊 我妈中午走 走之前一定要来咱们家看看 明天上午 务必要把你妈支出去 莉莉 你看这火上竹子都起来 你怎么就给忘了呢 我真是越大越糊涂 你看这满地的汤 你看这满屋的烟 有点阴天 我就戴了这一身衣服 万一弄脏了 就不好弄了 阿姨 要不你们去吧 我在家等你们 不行 你是来陪我妈妈的 你负责照顾她 你一个人在家躲清淨 算怎么回事啊 不行 莉莉 人家就戴了一身衣服 那怕弄脏了 你就让她在家待着呗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放心 我不会乱动你家东西的 我不放心 你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阿姨 没事 那等你们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检查一下 看看丢了什么东西 你就陪人家一起去吧 一个人待在家里多无聊啊 莉莉 你说心里话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陪你去 是啊 阿姨 咱们走吧 好 走 来 莉莉快点啊 走了 我就是一个这样热心肠的人 对不起 这小区环境挺好的 挺干净的 妈 挺好的吧 就在这楼上 妈 您进 哎 又换鞋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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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不换不换 挺好的呀 你说得挺干净的这好 对啊 我平时一个人住的时候 我经常拿早袋 那你自己做饭吗 做 我经常自己做饭 一个人吃饭啊 你更得吃好点 别鸡一顿饱一顿的 你别舍不得吃肉 上海的肉那也多贵啊 我看上海啊 什么都贵 妈 那个水杯在那儿啊 你自己倒水啊 这么验的床单 对 打折的时候买的 管它验不验 便宜 你的箱子啊 对 我过几天就出山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妈妈妈 怎么了 不是 咱们是不是要走了 快到发车时间了 你不是订了中午的票吗 上海堵吹厉害啊 还没待五分钟呢 我车了怎么办呀 你说这上海有什么好的呀 这么多人 上海勿躁 上海就这样哪儿都人多 怎么烦哪 还非要在这儿待着 是不是我要带你们来玩的 那我马上买票回去吧 什么事情都比不上见大老板重要啊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让他记住我的名字呢 行 那咱们晚上见 你来接我 桑拿就不用了 你请我吃饭吧 好嘞 我 我 我觉得你还是赶快赶回去吧 大老板一般记性都不太好 你要是今天不会他准忘你 对对对 工作重要 工作重要 咱们下次再来 对对对 妈妈妈 你也可以跟着菲菲一块回去 你说她这一走 我一上班 你自己在家灌没进的空前 她走了 你就失去监督我的意义了 莉莉真是善解人意啊 要不阿姨 那您跟我一块回去吧 等下次的时候 我再陪您来看莉莉 也行 妈 路上注意安全啊 知道 只要我一有假期 我就回去看您 行 好 吴公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女朋友了 你儿子这么英俊潇散 还缺女朋友啊 正经点 你以为妈看不出来呀 你那化妆单 你那发想 是你用的吗 快跟妈说一说 是什么样的女孩啊 行 那我就告诉你 是我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你快跟妈说一说 她在哪儿工作呀 她们家在哪儿 她父母在哪儿工作呀 她漂亮不漂亮 你跟我说说 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 她是不是不可思念 一有空 我就带她回去看您 您直接问她不就得了吗 行 那你下回带来 让妈看看啊 妈替你把把关 好的 行吧 你回去吧 我走了 那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行 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我知道 那东西别丢了啊 那东西别丢了啊 我知道我知道 你回去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妈走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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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本来的 行吗 还是想给你 ele 吧 行吗 为了我 呗 不行吗 行 其实我也觉得 莉莉有点怪怪的 好 那就这么定了啊 师傅 待会儿下了高架 你给我停个车吧 有人吗 有人吗 都走了 还有我 我呢 来吧 宝贝 快点出警官 我们俩好清楚教的 真的啊 他真的是太疼了 多大点事啊 搞定 C先生 你真的特别特别棒 为了我付出这么多 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不过我可我妈有点委屈 走的时候特别失望 对不起 没关系 到时候呢 你就跟我一起回去见公婆 他们不就不委屈了吗 我发誓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他们的 以后补偿啊 我现在就补偿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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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你还小心眼儿 走 肯定是我的快递 管他呢 别管了 我的快递 以后还会送来的 别管了 我的快递 快递更重要 不要 来了 Q小姐 怎么这么慢啊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大学二年级 我们是大学同学初恋 就是那个毕了夜甩了你的 让你难受大半年的初恋 是 就是那个拖着我们家李莉的后腿 不让他回成都的那个初恋呢 是 都分手了 怎么又在一起了 我们后来又遇到了 我发现我忘不了他 那你死活一定要来上海 就是为了他呀 是 那你们俩这样偷偷摸摸 想到什么时候啊 我俩没有偷偷摸摸 我们准备结婚的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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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想娶我们李莉 想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出版公司 有正式编制吗 没有 有无险一金吗 没有 有 你们家几口人哪 四口 除了我爸我妈 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个妹妹 你不是赌生子啊 不是 你爸妈是干什么的 我爸他是 我和他爸爸都已经退休了 他爸爸是皮尔景 我是小学老师 既然今天都见面了 你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你看 把这俩孩子吓得 那也放不着 像审犯人似的 是我大姐 大姐 我比你年轻多了 大姐这个词我受不起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打算 从上海卖房子 妈 这话我们回头再说 闭嘴 还没轮到你说话的时候 阿姨 房子肯定买 想办法买努力买 一定买 这万一我买不起的话 那我就跟莉莉回成都 当上门女婿 空头支票少开 武功 阿姨 我妈问差不多了 赶紧问我了 谁说我要问差不多了 就许你一个劲的审问人家 不许人家审舡我呀 看看你偷偷摸摸 干这个事 还好意思说呢 我干什么了我 你说你干什么了 我让你回成都你不回 好啊 你不回可以 没问题 但是 好点你还得找一个像样子 条件好的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 要钱没钱 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 户口还是外地的 你图它什么呀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人 就耗在上海 气死我呀你 妈你说什么呢 人家条件怎么了 你说条件怎么了 没有正式编制对不对 没钱没房对不对 家里户口还是外地的 这是不是事实 我倒是想找英国王子呢 你当时给我签个线啊 你 阿姨阿姨 怎么能动手呢 你让他打你让他打 你今天就是打左 我要跟武功在一起 大姐 不 大妹子 这不管你阿爸爱听 既然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说两句 女话 对你儿子说 我在教育我女儿呢 咱们各自教育自己的孩子 让孩子们懂点人事 行不行 我的儿子我了解 他要是没有真心 他不会随便跟哪个女孩子在一起的 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 他从来没有让我跟他爸失望过 也更没有让外人这么挑剔过 今天也是第一次和江丽见面 看上去也确实是个好姑娘 这样吧 也希望你们早日找到 趁心如意的好女婿 妈 你别闹啊 你没听过句话呀 你别闹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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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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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和李莉在一起 是为了让您多一个儿子 不是为了让您少一个女儿啊 不走 我走 那去哪儿 你管我呢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回成都 我也不会住你这儿的 我叫子无法 我女儿吃里扒外骗 我就像骗个小傻子似的 我做人 我怎么就这么失败呢 我找个地儿 自己反省反省 妈 我说你要去哪儿啊 干什么呀 用得着你管吗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 你有话你好好说不行啊 有什么好说的 人家缺胳膊缺腿了是吧 有学历有展觅有正规工作 怎么就不能入你的眼了 我是天线啊 你准备给我长个什么样的呀 我告诉你啊 你觉得她能配得上你 你就去找她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呢 你干什么你 你别拉我 我告诉你啊 我没你这个女儿了 从今以后咱俩没关系 是 武功 要不你出去找找他们 我当然想去啊 能去吗 怎么说这事罪魁祸首也是我呀 我要是去了 他妈再看见我了 更炸锅了 我不去 让人甩了一次还不死心 还要上感人让人甩第二次 你说那么多好姑娘 你就不能再找一个啊 好姑娘是挺多的 喜欢女儿子的也不少 当然对的人就将来这一个 那她知道你毕业以后 结婚的事吗 这种事能瞒吗 当然知道了 那她还愿意 妈 我们是真爱 真爱懂不懂 真爱 真爱 真爱她上次为什么甩了你啊 那会儿还不是因为她妈骗她 说生病了 把她骗回成都的 那江里也是个孝顺的孩子 不过这个孩子呀 妈还挺喜欢她的 挺好的 和那个岳小青啊 还真不是一路人 都这会儿你还替她干什么呀 哪户不该替那户 我不是顺便比较一次吗 这犯过的错 我不能再犯一次 这也是我和你爸对你的希望 放心吧 妈 我会吸取教训的 下一段婚姻 我肯定会慎重 江里再好 也不能让她妈随便地遭见你 你听见没有 我还心疼我儿子呢 瞧你说的 什么遭见不遭见的 她妈说你儿子不好 你儿子就真的不好了 那如果你儿子这么不好的话 她闺女怎么会那么死心塌地 跟着我呢 那要不然 就她看走眼了 要不然就是她教育女儿的方式 有问题 如果实在她妈不同意 咱也不能自讨没趣 那好姑娘有的是 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 妈 那我们是初恋 初恋的感觉多美好 多纯粹呀 反正我这辈子 就人进相离了 那你能达到她妈的要求吗 上海买房 那房多贵呀 说得轻巧 怎么着 瞧不起你儿子能力呀 人家不是等不及吗 要现成的 现成的 你怎么办 那不是可以商量的吗 凭你儿子这口才 什么事情商量不好 就算你肯委屈修全 我跟你爸还要面子呢 咱们老我家的孩子 不差什么 这放不着什么那些委屈 不委屈 不委屈啊 妈 只要能让我跟江丽在一起 让我做什么都不委屈 我再说了 她妈能天天跟我们两口子 捉在一起吗 对于一个一年见不上两次的丈母娘 她说的话不用太在意 那就晾她们几天 尚赶着不是买卖 可以吗 再好的玫瑰花 也有蔫儿的时候 靠婆 妈 你可是我的亲妈呀 我给你蔫蔫 您好 要一间房间靠窗的 身份上 身份上 前面几个人住 一个 两个 两个 环境还可以哈 别动我的包 别动我的包 你这吃毛巾放在里边会臭的 有没有换洗衣服我帮你洗洗 看把你给贤惠的 这几年在那臭小子面前也没少表现吧 当年逗马的日子过得很有自由观的 你说话能不加枪带过吗 一句话 这次跟我走还是不走 要走呢咱俩就明天走 不走啊从此以后 你就不是我女儿了 我说你能替我考虑考虑吗 我怎么可能对外上海的一切跟你回成都 这九点五不住了 你都折腾了一下午了 你能消停点吗 我都快撑不住了 你还撑不住了 我的心脏病没被你气出来 我就算病大 你知道不知道啊 走还是不走 走 拿来我走 我答应答应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挡震 我给你闹了啊 我要睡觉了 我不给你闹了 这怎么越睡越凉啊 有吗 我给你看看啊 困在开着呢 怎么这么冷啊 吹的是冷风 那怎么办呢 是冷风啊 电话坏了 我去找服务员 他给你信用啊 等着 你给我快去快回啊 怎么这么冷啊 那只能怎么着想 难道你却会对着我傻笑 还以为朋友们都不知道 哪一路 爱情的味道 谁会不明了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怎么能让你脸红油心跳 笨得像头 无可救药 傻傻的刚好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爱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好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你对我的爱是真心爱我有多少